哦 我们来看电视剧咯 哪人要亲亲了 三年亲亲还这么害羞 哇 好刺激 再见天天 这个 家长怎么给自己打伞 你给我打伞 吃冰淇淋的这个 坐在那儿 我们应该吃一个冰果 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来了 我觉得大家不是在弹幕啊 或者什么都在说 强势的妈 懦弱的爸 露水的家 我觉得家长有本难念的经法 心下量多次挑战成欢的自现 为什么成欢会一次次的原谅 我觉得是一个是三年的感情基础 并不是说那么容易断就断 而且成欢这种性格 她其实是奉献型 生活中很体贴的一个女孩 但是因为成欢需要成长 她的爱情也需要成长 成欢出场是一个乱好人 天人背波 变得一贴女孩认设 你是怎么理解这样一种特质的女孩 她其实确实一开场的时候 她对她的上司 她没有任何的见识 在职场里面 就是替同事背了过 另外一个女孩 是很不容易的生活 一旦把她供出来 可能家庭啊什么的职棒 都没有了 收入也没有 所以她其实内心还是比较善良的 她是有一个成长性 而不是一上来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孩 她后面会有她的成长 所以大家还是期待地往后看一看 那我会觉得一开始的成欢 从小在这个家庭当中长大 一开始可能不觉得这是一个事情 她其实是有一点 我会觉得有点 她的世界里就是妈妈 会给她说各种东西 她都是很尊重的 她从小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长大 她是第一次习惯了 然后其次就是 她可能会有一些的别扭 她有一些觉得 哎呀妈妈 你怎么会这样 但是我觉得她的想法是 只要我能够妥协 我哄哄妈妈 咱们今天不吵架 这个事儿能过 她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早初期 中期和后期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 一些发展跟改变 成欢跟母亲 会一起共同心情 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 我知道爱会争吵 我知道人会变老 所以把一起爱你 一定要单身的说 好 好 好